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春季美食 韭菜炒虾仁 韭菜挑好洗净 晾干它 或者是这样吸干它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水分 会越炒越水 然后我们匆匆洗 头里去掉一点点 又好看又卫生 切成一寸多的长短备用 虾仁一破二 破开后 它这个虾浆会往外跑 所以韭菜会更鲜 大只的虾仁 你可以再一段二 放多放少随意 如果你自己剥的虾仁哈 别忘了把虾馅拿掉 接下来呢 给虾仁先调一些味 放少许盐 放少许盐 丁点糖 就几粒就好 白胡椒去腥 那如果你接受料酒的味道 放好放料酒也行 最后放一点淀粉保护 拌匀后就可以开火了 韭菜比较费油 放少了呢 炒出来不好吃 像吃草 油温温的 虾仁就先下 虾仁大火里滚一滚 肉色变了就推至一边 也不用起锅了 韭菜直接下 锅可以移一下位移到边上一点 差不多一分钟这样 韭菜就缩水了 我们即刻放盐 拌匀 炒韭菜千万不要放糖 一起翻炒树下就可以出锅了 半斤韭菜可以炒满满的一盘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